中國四川西艘衛星發射中心 成功發射愛因斯坦探偵衛星 央視還隨即發佈影片 9號我國國家急警報大作 雖然因為簡訊中出現MISO 更是引發渲染大波之後 國防部致竊 但也針對中國衛星 為何會觸動國家警報 對外說明 外界質疑過去中共曾經發射過導彈 經過臺灣上空 當時卻沒有發射國家級警報 而這一次中國發射衛星 卻讓國家警報大作 敏感時間點 引發疑慮 未經許可申請 同意進入我防空識別區跟領空 本部一併全程掌握監控 當發生有異常的情況 我們適時公佈 讓國人同步掌握應付 選前倒數時刻 國家警報三度響起 被質疑是否操作亡國感 如今國防部對外適宜 不讓任何突發狀況 影響我國 非安和國安 下禮休閒 國安台報道